好來看到花蓮市公所30號的下午在市立的殯儀館 懷德廳前舉辦了中原普渡的誦經法會 那麼市長魏家賢也率領同仁前程上香 祈求各路好兄弟來保佑殯儀館內外平安順利 花蓮市立殯儀館30號下午 一到教師時科儀方式奔離了中原普渡法會 特別請祝念團送讀地藏菩薩本願經 希望讓王者離住二道 而市長魏家賢也在主任秘書翁美華 殯葬所長陳柏欣的陪同下 與花蓮市民代表會多位代表一同前程上香 祈求各路好兄弟保佑殯儀館內外平安順利 那我們知道在花蓮市立殯儀館是花蓮縣 那唯一的一個殯儀館 那我們在這裡其實也用最前程的心 來做中原普渡的部分 那也希望我們所有在殯葬所服務的 所有的同仁們還有業者們 那還有在這裡為我們四處親人 來守齡的一些家屬 都能夠一切都能夠平安 那我們也希望說經由祭祀 還有普渡的一個儀式過程之後 也能保佑未來我們在工作方面 都能夠讓所有的事情圓滿 市長威嘉先表示為了避免高濃度的PM2.5 影響環境 市立殯儀館從今年開始帶頭推動 香織及紙錢的減量作業 並引進環保精爐大量減少嚴懲飛散 也降低了環境污染問題 在未來施工所會持續致力於改善殯葬環境 秉持尊重關懷效率的服務精神 在優質的環境下提供後人緬懷追思 讓仙人莊嚴安息 記者 許立芹 花蓮詩報導